第261章 不是治不好 是不给治 那个 王老弟啊 你也别上火 做生意 就是这样起起落落 是啊 你好好养病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们的 尽管开口 一边的刘掌柜终于忍不住了 偷偷问了一个相熟的布庄掌柜 咱们东家从哪里拿来的银子 一万多两啊 布庄掌柜脸色灰白 低声说道 你还不知道吗 你的四海鞠 连同我们鸡哥的铺子 都被东家卖了 才凑了这一万多两 刘掌柜倒吸一口冷气 他猜到王家会因为一连串的祸事衰败下去 但没想到如此之快 他的眼珠子迅速转了转 狠狠心就上前柜道 东家 小人已经查明白了 今日四海鞠之事 是因为后厨有小伙计 急恨大厨平日打骂 就带了八豆 混进了黄豆里 一起磨成了豆腐 幸好豆腐酸败了 没做菜 那个病死的老人 是因为童大厨认识 得了一碗豆浆解渴 才中招了 王源外皱眉叹气 缓了好半场才说道 知道了 事情 已经出了 查到也没用处了 其余几个债主听了 都是唏嘘不已 真是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 一个小伙计的怨气 就这魔轻易毁了四海鞠 刘掌柜深吸一口气 一个头磕到地上 东家 小人年岁大了 如今四海鞠也卖了 小人想请东家开恩 放了小人一家的卖身器 准许小人回乡养老 不等王源外说话 其余几个掌柜都醒过神来 齐齐涌上前 也跪了下来 东家 我们年岁也大了 东家 铺子没了 我们也没了用武之地 放我们一起回乡吧 树倒狐孙散 其余几个债主看着听着 再望向王源外的眼里 怜悯之色更重了 不但他们看出了 王家开始衰败 这些下人也同样如此 马上就给自己谋算退路了 王源外惨白的脸色 硬生生被弃成了铁青 他想说话 但一开口 又吐了血 虽然 他迅速用手捂了嘴巴 但依旧有血色 透过手指缝露了出来 众人看得心惊 齐齐喊道 大夫 大夫 孙大夫一直站在旁边 这会儿 特别不耐烦地骂道 喊什么 这会儿着急了 方才干什么去了 你们这魔 轮番催债 又一起辞差事 就是好人 也要气度写了 众人 都是被骂得低了头 一时很是心虚 当真有众杀人凶手的愧疚 王源外摆手 他硬生生把嗓子眼的血 又咽了回去 然后吩咐王福 书桌下有个暗格 里面 有这些人的卖身器 都拿来 发下去 王福气得抹眼泪 老爷 不能这样 王源外却坚持 王福没办法 只能把卖身器都拿了出来 各个掌柜们涌上前 拿了自家的那份 又跪倒磕头 老爷 我们也是不得已啊 王源外喘了几口气 还想说什么 却是突然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老爷 老爷 王福抱了主子 眼见孙大夫 依旧站在一边 并没有上前 他气得破口大骂 你个佣衣 你不是说喝了药 我们老爷就能好骂 你到底给我们老爷怎么治的 居然越来越严重 许氏佣衣俩字 戳了孙大夫的肺管子 他气得嘴上摸了把门的 嗷嗷开骂 他都要病死了 我开药能让他多活几日就不错了 你当我是阎王爷啊 说不让他死 就不让他死 再说了 他这脑子里是有血块 别说十几年前刚受伤的时候 就是五六年前 随便找个大夫 开点活血化瘀的药汤 也不至于如今要了命啊 我不管你们家里打的什么主意 喂食膜不给他治病 喂食膜不想让他活命 但你们不能赖到我头上 这人是你们家害死的 跟我没关系 不给治病 活活拖延致死 院子里安静至极 落真可闻 谁也不是傻子 特别是这院子里的人 不是东家 就是掌柜管事 恨不得一个个精明的眼睫毛都是空的 想想当年 王元外是头上重伤被救回王家 因为忘了自己姓慎名谁 忘了家乡何处 所以为了报恩 给王家做了上门女婿 这磨多年 王元外如何行事 人人都看在眼里 可谓是对王家女儿疼爱又敬重 做生意也是兢兢业业 把王家的家业扩大了一倍有余 难道是王家生怕这样的好女婿 头上的伤好了 就留不住人了 所以才一直拖着 不肯给王元外治疗 这时候 王府好像不肯相信 高声反驳 不可能 我们夫人这磨多年 找了几十个大夫 哪个都说治不好 放屁 孙大夫也生气了 翻着白眼骂道 这磨简单的病症 我的药童都会开药方 什么治不好 就是不想给治吧 治好了 夫君就跑了 换我也要瞒着啊 王夫人 王家独女王额 不想给丈夫治病 生生看着丈夫头疼 以至如今病入膏肓 众人对视一样 都是紧紧闭了嘴巴 生怕一开口 就忍不住惊呼起来 这简直太让人惊讶了 若是真的 那王元外岂不是 太可怜了 王元外同样听出了大夫话里的意思 豁然扭过头 眼眶都要瞪裂了 不 不可能 孙大夫好像还想说几句难听的 但许事也顾忌住王元外兵死 于是叹气道 算了 你不相信 就不相信吧 被人家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 你也是够可怜的 说吧 他背着要箱子 就往外走 你们另请高明吧 我是莫本氏 就冤死鬼了 眨眼间 孙大夫出门就没了影子 一众债主和掌柜们 互相看看 好似也怕惹祸上身 都是纷纷拱手 如同鸟兽一般 轰然散去 方才还吵闹的院子 瞬间支剩了王府陪着主子 其余奴仆远远看着 也不敢上前 王府抹着眼泪 扶了主子进窝安歇 又开始忙着熬药 王家院子外 看热闹的闲人们 听得断断续续 有些听到了 有些莫听到 但孙大夫嚷的那几句 却清清楚楚啊 眼见大夫气冲冲出来 众人就扯了 他到旁边的茶馆 赶紧招呼了茶水点心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孙大夫 这王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听着 好像王家的爱你 没有把病治好呢 是啊 旁人也是附和 王员外那头疼的毛病 可是有年头了 谁来也治不好 怪不到您头上啊 王员外那人 形势不差 许是这次病得厉害了 孙大夫一口气喝了半壶茶 好似还是气不过 就说道 四海局的伙计 极恨大厨 找了八豆 掺杂在黄豆里 把客人吃死了 王员外急地吐血了 然后又碰上他们家里的货船 被水匪抢了 要赔人家一万多两银子 王员外也是个硬气的 就把四海局和铺子 都卖了还债 啊 王家出了这摩多事 四海局的事 我听说了 但这货船 被水匪劫了 也太倒霉了 是啊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啊 第262章 好人不偿命 众人都是纷纷叹气 替王员外担心 孙大夫摆手 继续说道 还不止这些呢 王家那些铺子的掌柜 怕被连累 都要了卖身气回乡 简直是落井下石 王员外又气吐血了 你们说说 这磨严重 我能帮忙止住吐血 就已经不错了 那王家的奴仆 非说我医术不好 不尽心 明明是他们家里的错 一个小伤 吃肌肤药就能好 偏偏不肯给治 拖了十几年 如今害死了人 还要把屎盆子 扣我头上 简直太气人了 茶馆掌柜听着 这话不对 惊讶道 不能吧 王员外病了这么多年 可没断了治疗啊 只我就看见王家 进出不下十几个大夫了 也没少开要吃药啊 旁人也点头 他们都是附近邻居 自然都看在眼里 孙大夫冷哼 那有什么不能的 王家打着坏心眼 想骗人还不容易 他们家是生怕上门 女婿跑了呀 不过肌肤药就能治好的毛病 就是拖着 不给好好治 如今女婿病得要死了 生意也垮了 这是遭报应了 说吧 她站起身就走 骂道 谁能治就治吧 我是没办法了 一闻钱没药 还惹了一身骚 茶馆里进了好半场 不知道谁当先打破了沉默 问道 我没听错吧 应该没错 茶馆里 好像别人扔下一颗炸弹 方才多安静 这会儿就有多吵闹 孙大夫是不是说 王夫人不肯给王源外好好治病 是不是真的吧 王夫人和王源外多恩爱啊 还生了两个孩子呢 是啊 王源外那人多好啊 咱们这些外人 都不舍得她生病 难道王夫人就舍得 多年夫妻 不会这么狠心吧 那可说不准了 王源外当年来王家的时候 乔柱思思文文 像个读书人呢 要不是伤了头 想不起家在哪里 也不会留在王家 做上门女婿啊 有道理 若是王源外头疼好了 想起前世 家里是书香门第 怎么也不会要一个伤骨之女 还是入赘 我还是不能相信 王家看着平日形势不差呀 不至于这磨狠毒吧 再说了 那磨多进出王家的大夫 不可能没人看出 王源外的病被耽搁了吧 你真是缺心眼 就是看出来了 又怎么样 积两银子就封口了 就是 王源外之是一个入赘的女婿 王家可是家大业大 放到你身上 会冒着得罪王家的风险 告诉王源外真相啊 王源外真是可怜 就这磨被害死了 茶馆掌柜赶紧开口打圆场 提醒众人谨慎 这话可不好说 咱们也只是听鸡剧闲话而已 兴许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但话是这磨说 他心里也知道 王源外许是真被王家耽搁了 毕竟换作是他 这磨好的女婿 也不想放走啊 可从王源外的角度想想 他又忍不住心酸 从少年到中年 转眼小半辈子 魏王家生了两个儿子 传宗接代 又当牛做马忙生意 都没换来妻子的一点心疼 有人小声说道 王源外这病治不好了 更不可能想起 家在哪里姓慎名谁了吧 这真是死了 都要做个孤魂野鬼了 是啊 他家里人不知道 是不是在盼他回去呢 哪里想到 儿子这般可怜 老天爷就不能开开眼 让王源外死前 找到家里人吗 王源外那磨好的人 怎么会这磨个下场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啊 打听一下 咱们这附近 有没有谁家丢了儿子 去哪里打听啊 万一不是咱们这附近的人呢 再说 也过去这磨多年了 众人正说得热闹 就见一伙人 从茶馆门前经过 直接进了王家院子 有人认出了当先之人 忍不住惊呼道 是王家本族的三老爷 王家本族来人了 我就说 王家闹得这磨厉害 本族怎么可能不来人 是啊 闹了一日了 来得也太晚了 看看王家要怎么办吧 能怎么办 王源外只有一个人 又病得这磨厉害 他就是知道自己被害了 也没有办法呀 说到底 还是王源外命苦 众人还想多说几句 但这会儿 天色已经黄昏了 未免家里着急 很多人 还是付了茶水钱后 回去了 当然 他们也把这一日 看到的热闹 带了回去 王家院子里 王三爷 被满屋子的药味 熏得头疼 再看妹夫的脸色 实在不好 他只能皱着眉头 上前问道 星秋 这才短短大半月 怎么就病得这磨重了 王源外 好似有些心不在焉 简单回道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这样了 王三爷想了想 就示意带来的大夫上前 我把府里的供奉大夫 带来了 给你整麦看看 兴许吃鸡肤药就好了 王源外莫说话 但眼里却有了积分光亮 那供奉大夫 神色有些犹豫 衬了袖子 到底坐下整了麦 起身时候就说道 请宽心 等我开一副药方 喝上几日就能缓解 说吧 他转身时候 却给王三爷使了个眼色 王三爷会议 一起跟了出去 寻个默认的屋檐下 那大夫才小声说道 三爷 其实几年前 我就来整过麦 也看出 病人头里有淤血 要活血化淤 就可以好起来 不算难 但 但什么 王三爷一时莫听明白 追问了一句 大夫迟疑了一下 还是硬道 但是小姐说 不用活血化淤 只要一时止疼就行 拖了这磨多年 这病症也就严重了 如今是彻底莫救了 病人大约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功夫了 王三爷到底不算蠢笨 这会儿终于明白过来 一时间 他真是不知道要惊讶唐妹的狠心 还是同情妹夫的可怜了 但说到底 他姓王 怎么也不能把唐妹放一遍 去偏信一个入赘的妹夫 即便他们平日也没少交往 相处很不错 王三爷深吸一口气 吩咐道 既然治不了了 你就开些瘟痒的药吧 大夫得了命令 赶紧去开药 王三爷又把王符叫过来 仔细问明白这几日之事 他就道 生意上的事 我派人处置 你这几日不要出去了 在家好好照顾你们老爷 另外 你们夫人那边 我也会派人去接回来 王符低住头 赶紧应下 一副胆小公顺的样子 却没人看见他眼底的嘲讽 老爷把一切都布局好了 王家已未封了院子 不让他们出入 就没人知道 王家做下的恶事吗 第263章 来自家族的定心丸 洛安小镇的黄昏 是一日里最热闹的 书院放了学 学子们成群结队 出来寻地方吃点好的 烦恼一下功课 偷偷吐槽一下先生 就是全天最放松的时刻了 王娥牵着放学的大儿子 听儿子星高采烈说起 今日得了先生的夸赞 他心里高兴 但还是冷着脸 敲打儿子 借骄借躁 这才学了几日啊 再好也有限 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 晚上回去加十张大字 李根原本满脸失效 被娘倾泼了一头冷水 就粘了下来 是 娘 王娥又舍不得儿子这般 于是买了一盒子点心 一路嘱咐儿子 要好好读书 长大的考状园 光耀门楣 给九泉之下的外祖争口气 李根一声声硬着 眼里的光阙渐渐淡了下来 母子俩刚到家 不等吃饭 就有人找到了院子外 奴仆风跑进来报信 夫人 祖里来人报信 说家里出事了 什么事 是生意出问题了吗 快 快 快让人进来 王娥惊得站了起来 赶紧喊人进来 李根也放下了点心 小脸上都是惦记 娘 是不是爹又头疼了 王娥愣了一下 回到 一会儿就知道了 很快 奴仆引了一个小管事进来 王娥倒也认识 这人是王三爷身边的用的一个人手 王二 王二 怎么是你过来了 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 王娥沉不住气 开口就问了起来 王二行礼 扫了一眼李根 回到 夫人放心 不是什么大事 王娥会议 撵走儿子 李根去洗漱换衣衫 一会儿吃饭了 李根站起来 走了出去 王二这才赶紧说道 夫人大事不好了 四海局有小伙计投毒 要死了一个来吃饭的客人 客人家里 闹到酒楼门口 园外过去处置 急得吐了血 四海局只能关门了 紧接着家里南下运货的船遭了水匪 船沉了 其余鸡家上门讨债 园外卖了四海局和鸡家铺子 凑了银子 各家掌柜现得事有不好 也讨了卖生气 散掉了 如今家里乱成一团 三爷让小人来请您尽早回去 再晚 怕试试太会更差 不 不 不可能 王儿听得有些猛 也顾不得失礼 一把抓了王儿的手臂 你在骗我是不是 王儿赶紧跪了下来 夫人 小人怎么敢骗您 这都是三爷亲自问出来的 甚至 这会儿 怕是城里人人都知道了 毕竟四海局的事闹得那么大 王儿深吸一口气 好不容易定下心 就有些恼了 老爷呢 老爷在做什么 怎么一个四海局都处置不好 就气吐血了 这样的时候 不是要先把死者家里买通 把事情先按下来吗 怎么就闹到这个样子 王儿这 就是抱怨家嫌弃了 嫌弃丈夫 没把事情处理好 王儿想到王园外那冰死的凄惨模样 忍不住也是同情 就添了一句解释道 园外头疼的病症严重了 一直吐血 府里供奉的大夫说 怕是活不久了 爹 不等王儿阴上 门外偷听的李根就冲了出来 他扯了王儿的袖子 红着眼睛问道 我爹要死了吗 不可能 我要回家 我要找我爹 王儿此刻也知道害怕了 一叠声地喊着奴仆套车 马上往回走 可惜 赶到城门外的时候 已经夜深了 城门紧闭 只能等在门口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城门一开 马车就迅速进了城 一直跑回城南 在门口下车的时候 王儿伴了一下 被丫鬟扶起来 正好同隔壁的邻居打了个照面 王儿还要打个招呼 那人却是沉着脸 扭头就回去了 王儿皱眉 不明白这邻居是怎么了 但这会儿也莫空闲理会了 前院的书房里 药气熏人 王儿园外躺在床上 脸色蜡黄 整个人干扁了一圈 好像初冬田里飘摇的道梗 李哥儿只看了一眼 就扑上去 抱了爹爹大哭 王儿也红了眼圈 上前问寻道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病得这魔重 怎么不派人去找我回来 王儿园外艰难摇摇头 伸手慢慢摸摸儿子 哑着声音 撵了他去后院 看看你弟弟去 李哥儿才九岁 但昨晚等待的煎熬 让他成长很多 想起年幼的弟弟 他就赶紧出去了 王儿还要说话 王儿园外却闭上了眼睛 王儿总觉得哪里不对 眼见丈夫如此 又不能追问 只能出门寻了他心腹的奴仆和婆子问寻 结果 他越听脸色越黑 心理越没底 丈夫身体垮掉 他有心理准备 但怎么生意 也跟着出了这么多问题 四海居和五个铺子 几乎是家里大半的家产了 就这魔一日功夫 全都没了 他再也忍耐不住 带人就去了王家老宅 王三爷昨晚没来得及和老父亲说起四海居之事 今早过来陪老父亲喝茶 就原原本本交代个清楚 最后试探着说道 爹 小鹅这么多年 一直没给星丘治病 这是怕星丘病好了 离开他和孩子 王老太爷喝了一口茶 点头应道 小鹅家里的事 你最近多上心 当年 这个王星丘 是你堂叔强留下来的 一旦他病好了 想起前世 会很麻烦 所以 小鹅这魔 也是无奈之举 强留 王三爷心头一跳 隐约有些猜测 不等他再问 王鹅就哭哭啼啼找来了 刚一进屋 他就跪了下来 大伯 呜呜 我家老爷要死了 生意也出问题了 我跟孩子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王三爷赶紧扶了他起来 安慰道 你慌什么 你是我们王家的姑娘 不会让你没了着落的 就是王老太爷也开了口 当年你爹过市的时候 就怕有今日 给你留了两万两银子 放到我这里了 所以 家里生意 垮了就垮了 你也别怕 至于王星丘病重 这是他的命数 让他好好养着 等到毕业那日 好好发送就是了 到时候 让你三哥再给你张罗一些好铺面好生意 你带着两个孩子 继续好好过日子 有王家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王儿听说这些也是惊喜 总算止住了眼泪 王老太爷又安慰两句 就让王三爷送他出去了 而王家前院书房 这会儿李哥和猫哥 哭得一脸眼泪 搂着爹爹的胳膊不撒手 王源外轻轻拍着他们的头 嘱咐道 爹爹怕事不成了 等爹爹死后 李哥要好好读书 不为了光要门眉 是为了学本事 然后好好护着你弟弟 你们兄弟俩 要相依为命 好好活下去 至于你们的娘 第264章 官差上门 王源外说到一半就闭了嘴 神色很是复杂 这个时候 王府进来禀告 老爷 夫人回来了 王源外迟疑了一下 吩咐儿子们 你们去屏风后站着 不要出声 等你娘走了再出来 猫哥一脸懵懂 李哥却扯了弟弟就走 很快 王额就进来了 眼见桌子上的药碗 她就端了起来 说道 老爷 你好一些了吗 我为你吃药 王源外却伸手打翻了药碗 沉声问道 王额 我自从入赘王家到如今 十几年了 我带你如何 带王家如何 你心里最清楚 但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王额吓得白了脸 哆嗦着嘴唇不肯承认 老爷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 王源外支撑坐了起来 脑怒到了极致 我头疼是因为脑子里有淤血 明明几副药 简单的活血化淤 我就能痊愈 但你一次次买通大夫 就说我的头疼治不好 生生让我疼了十几年 拖到如今 我马上要死了 王额 你好狠的心啊 王额被拆穿 捂着脸 呜呜哭了起来 十几年夫妻 她自然也是心疼 但不得不如此 王源外现她不说话 气得更狠了 扔了手边的枕头 即便我有什么做得不好 但我们有两个儿子 你看在她们的颜面上 怎么能处心几虑 害死我呢 她们以后没了爹 你让她们怎么办 王额下的离床多远 抹了两把眼泪 狠心说道 老爷 这辈子 是我对不起你 下辈子 我一定当牛 坐马暴打你 事到如今 我就是后悔也没办法了 你安心养病 等你 等你走后 我会好好把里根 和猫根抚养长大 说吧 她转身就要出门 却听屏风后 有人喊着 娘 猫根到底年岁小 不明白 爹娘在吵什么 跑出去抱了母亲 李根却是什么都听懂了 白着脸 软着腿走出来 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母亲 王额猛然望向床上的丈夫 恼怒之极 她没想到 丈夫会如此恨她 居然在孩子面前 拆穿她的算计 她想同大儿子解释几句 却听门口闹了起来 有奴仆跑进来嚷着 夫人 有官差上门 要抓你去抚押 王额当时就白了脸 抓我干尸摸 但四五个官差已经进来了 确认了王额身份 掐了她的胳膊 就往外走 李根和猫根 吓坏了 王源外正扎着下了床 喊着奴仆套了马车 然后她带了两个孩子 也追了上去 因为迁都之事 原本不起眼的小小周府衙门 如今也升级未经照影 更因为京都的权贵 同本地的士族间 多有摩擦 府衙整日都很热闹 所以 皇上特意派了一个有名的耿直臣子 过来坐镇 世事秉公处置 从来不看人情 只看对错和证据 镇摩一年多下来 倒是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矛盾冲突也慢慢少了 毕竟京关谁也占不到便宜 还不如坐下好好好谈谈 但今日实在是个特殊日子 一大早晨就有人披麻带笑进城 足足十几口子 老老少少都是普通人的打扮 却捧着两个牌位 个个哭声震天 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四海巨王老太爷杀了我们家儿子 我儿子死的冤枉啊 爹啊 儿子想你啊 二狗子啊 你在天有灵 看看娘给你伸冤报仇啊 这一般动静 自然就有不少人围着看热闹 忍不住议论纷纷 这些人说什么 四海巨 昨日四海巨不是刚堵死人吗 难道还是那是 我听着不像啊 好像说四海巨的王老太爷 王老太爷不是死了多年吗 怎么杀人 不可能啊 走 看看去 这王家也是倒霉 怎么一试接着一试 没完没了啊 很快 队伍越来越大 来到府衙门前的时候 看热闹的人 几乎把街路堵得水泄不通了 府尹大人听到鸣冤鼓 就赶紧穿戴好 升了糖 见到这群披麻带笑的百姓 他也皱了眉头 仔细一问 这些人又说得颠三倒四 最后总算把事情拼凑完整了 原来这是城北大淮树村的两家村民 他们儿子十几年前突然失踪了 怎么也找不到 家里寻不到人 很是伤心 但昨日其中一家人到城里办事 在城南的茶馆喝口水 听到一件新鲜事 怎么听都同当年儿子的一些话差不多 于是 两家猜出儿子被害死了 这才跑来告状 要弄清楚儿子到底怎么死的 尸骨在哪里 涉及到两条人命 府尹大人一边让官差去拿王家的独女 一边问询王家的根底 站在角落的尸爷是个灵力人 他平日除了帮助府尹大人处理文书 更多就是要做到消息灵通 说来也巧 他家就住在城南巷子 王家之事 他昨晚就听家里喜欢泡茶馆的老爹 说得清清楚楚 这会儿就同府尹大人原原本本说了 莫了添了一句 当然 大人 这都是王家附近的邻居们听到说起的 没有证据 府尹大人虽然耿直 却也不是实心的榆木疙瘩 否则他也不会得了皇上的信任 坐上这个位置 常年断案的敏锐 让他猜出这其中有些蹊跷 毕竟昨日王家刚垮了生意 爆出王家独女 故意不给坠婿治病 几乎害死坠婿 今日就有人来告王家 害死人命 实在是太巧了些 世上可以有巧合 但这么多巧合集中在一起 就不是巧合了 很快 王娥就被压了过来 看热闹的人群自动散开 给官差留了一条路 有人胆子大 仔细打量王娥 忍不住问道 这就是那个王家独女 蛇蝎心肠那个 应该是了 就是她不给丈夫治病 生生把丈夫拖到要病死 尝得这么漂亮 没想到是个狠毒心肠 怪不得人家说最毒妇人心 王娥听到几句 惊得白了脸色 她终于知道早晨时候 邻居未失魔见到 她就躲了 原本以为 这是只有自家知道 没想到 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 她有些腿软 但官差可不会怜香惜玉 拖着她就上了堂 福音扫了一眼跪在堂下的王娥 刚要说话 府衙外又闹了起来 很快 王猿外领着两个孩子 也挤到了堂前 高声喊着 大人 我是王娥的丈夫王星秋 请准许我上堂 福音大人点头 拆一门让开 王猿外领着两个孩子 一进去就跪倒在地 她原本就面黄肌瘦 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这般心急之下赶来 更显狼狈 开口要说话 居然又吐了血 虽然她及时 扯了袖子堵了嘴 嘴角还是陷了血色 躺上躺下 所有人看在眼里 都是忍不住叹气 王猿外真是好人啊 她都要被王娥这个毒妇害死了 还要跑来护着她 是啊 许是看在两个孩子的颜面上吧 王娥也太狼心狗肺了 这样好的丈夫 去哪里也找不到啊 是啊 这样的人 真该天打雷劈 第265章 巧合多了 就不是巧合了 就是拂颖大人 也不忍心让王猿外说话 嘱咐道 你先听住 代本官问个清楚 说吧 她一拍金堂木 问道 王娥 你可知道 你爹在十几年前杀了两个人 王娥惊得一哆嗦 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大人 我爹是好人 什么不可能啊 那批麻戴笑的两家人 不干了 立刻嚷起来 一个老头 直接喊道 当年我家二狗子 突然拿了不少银子回来 家里害怕 问她也不说 后来还是隔壁拴柱子过来 他们两个一起喝酒喝多了 我们才听到机句 他们俩说 王家是冤大头 为了找个入赘女婿 下了大功夫 他们不过是故意把人推下山的 还以为杀人了 没想到那人只是破了头 他们也有银子拿 还说最金灘真是个发财的好地方 让他们发了大财 另一个老太太也是抹眼泪 对 我也听见了 后来 他们又拿了一次银子回来 说王家家大爷大 找个好女婿顶门户 多少银子都愿意给 但没过多久 我家二狗子就和拴柱子都没影了 我们以为这两个家伙 是发了大财 找地方赌钱快活去了 但一走就是这磨多少年 肯定不对劲 一个中年妇人也是哭住说 昨天我去娘家走动 在那个茶馆厅积聚闲话 说巷子里那个王家的女婿 当年也是伤了头 入赘王家 但家里不给治 怕她想起来以前的事 我一下子就想起二狗子说的话了 一定是他们帮王家掳人 王家把他们灭口了 说吧 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二狗啊 你死得好冤枉啊 你一走十几年 我带着孩子 养着爹娘 遭了多少罪 我好命哭啊 其余那些人 也跟着一起哭了起来 王鹅脸色 以金白的像纸一样 身子哆嗦不停 极力便博道 不可能 你们撒谎 随便听几句闲话 就要鱼灭我爹 而王猿外望着王鹅 神色里满满都是狂怒 我当年就是在碎金瘫伤了头 被老太爷和忠书背回王家的 王鹅 你说实话 我到底是怎么伤的 真是意外跌下山崖吗 对 忠书 就是忠书 一个老头跟着嚷了起来 二狗子说过这个名字 我怕银子花丸 二狗子就说花丸也不怕 他要去四海居找王老爷拿银子 但回来时候空住手 他又说去找忠书 忠书是帮手 不敢不给 忠书的名字被嚷出来 王鹅就绝望了 软软滩坐在地上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为什么隐藏这魔多年的事 都被翻了出来 还有忠书 早知道有今日 当初就该把他也一起处理了 王鹅强忍着心虚 高声嚷着 诬陷 这都是诬陷 我要找我大伯 我大伯是王伯伟 你们不能欺负我一个孤女 堂外的百姓 这会儿也炸开了锅 怪不得王家 不给王渊外治病 原来王渊外是被抢回来了的 对啊 对啊 应该是把王渊外打傻了 再带回王家的 这也太猖狂了 看中谁就打晕抢回去 王家是怕王渊外病好了 想起以前报仇呢 是啊 要不是四海拘出事 要不是孙大夫大嘴巴 把王家的龌龊事嚷嚷出来 王渊外死了也就死了 做鬼也不知道 自己被坑害的这魔惨 这王家真是狼窝呀 爹这魔狠毒 鬼女也不是好东西 堂上 福尹大人越发皱了眉头 这些初告的百姓 虽然说的很多 也不怕揭开自己 花了魅良心银子 但他怎么都觉得 初告的理由有些牵强 家里儿子不见了十几年都莫管 只在茶馆听了几句话 就披麻带笑跑来告状了 还是笃定家里儿子 是被害死了 但如今这案子 已经可以确定 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 也不能放任不管 更何况 众目睽睽之下 王家独女搬出来本族靠山 若是不继续查下去 反倒好似他惧怕王家一般 府衙对面的一家酒楼上 二层的包厢 被文训赶来 看热闹的人疯抢 但其中最好的一间 却早早被人定下了 刘志恒坐在窗口 磕着瓜子 一脸的心智薄薄 回身望向带着微貌的崔夫人 笑道 锦柔 我原本见李家三兄弟 就觉得都很不错了 但今日更是佩服李家这个老大 真是个狠角色 等以后事情了结 我一定要跟他合作做生意 这样的人 在哪里都错不了 崔夫人点头 温师兄也这么说 说完 他还是有些担心 问道 温师兄有事来不了 城外那边不会出岔子吧 还有碎金摊那边 跟雨生都交代清楚了 放心 雨生那边昨晚就送过信了 而城外那家 是夜山带人亲自去办的 刘志恒摆摆手 示意他别担心 末了 他又说道 按我说 那个老家活死一百次 都不够赎罪的 温师弟居然还把他家那些不成器的儿孙 送到南边庄子去做店户 哼 真是便宜他们了 就该跟着他爹一起下大狱 崔夫人笑道 那人是最关键的人证 总要先安抚住了 等事情过了 自然有别的说法 若是他们一家老实重地 也是给自己留个活路 若是不老实 南边有很多能让他们勤快起来的研场和矿山 刘志恒还要说话 楼下街路上却突然喧哗起来 一对官差压着个穿了粗布衣衫的老汉走了过来 老汉身形有些枯瘦 脸色有些不正常的白 好似许久不限天日一般 上了公堂 老汉跪倒在地 不等府尹大人问话 王元外已经扑了过去 狠狠抓了老汉的手臂 忠叔 忠叔 我这磨多年带你不薄啊 你儿子的赌债 都是我给孩的 你居然骗我这磨多年 你说 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谁 我怎么就伤了头 老太爷说我倒在山崖下 他救了我性命 就要我入赘 要我报答王家救命之恩 我报答了 我忍着旁人 嘲笑我是赘婿 荡牛做马 费心操持生意 我给王家赚了那么多银子 我带王鹅那么好 难道都是假的 我不信 我不信啊 许事气急了 王元外一边大哭一边又吐了血 他本就是从病床上紧急追来的 支穿了一件像牙色的中医 这会儿胸前沾染了血色 刺得所有人都是眼睛疼 忍不住跟着躺眼泪 这事上 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惨的事了 第266章 简直不能容忍 福尹大人拍了金塘木 让差役拉开王元外 立声审问向中书 王忠 大槐树村有两家人状告你十几年前杀人灭口 害死了他们两家的儿子 你可认罪 王忠缩了脖子不说话 不知道是在犹豫 还是不准被认罪 福尹大人扫了一眼差役们 差役们手里的水火棍就立刻敲打起来 威武声响起 王忠就哆嗦得更厉害了 大人 我说 我说 不是我杀人灭口 是我们老太爷 老太爷让我这模作 我也不敢杀人啊 但他们一直来要银子 要得越来越多 老太爷就让我找江湖人 把他们处置了 这是承认王老太爷买凶杀人了 王娥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 撑着脖子死盯着王忠 这会儿听王忠的话 他直接瘫坐在地上 就像被抽了线的木偶一样 喃喃自语 完了 全完了 但这会儿 可莫人管他了 福尹大人继续审问王忠 从王老太爷什么时候结识王源外 如何要求王源外做上门女婿被拒 以至于起义行凶 帮凶如何被灭口 问了个清清楚楚 王忠到底是普通人 这是压在心里多年 时不时就做噩梦 特别是他的儿孙不成器 就越发觉得是当年做下错事的报应到了 所以 这会儿 他简直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用没用的 都说了个彻底 于是 堂上堂下几百人 都听得目瞪口呆 虽然王家老太爷过世多年 但这城里不少人还记得他的 当年为了囚子 王老太爷可没少舍要设粮食 指望积德行善 能给王家续上一份香火 可惜 年过半百 也只有王娥这一毒女 没想到 他为了这个香火 居然会把主意打到了游学的秀才身上 大伙儿都听说过恶霸抢抢名女 如今却是第一次听说 抢抢男子入赘这事 被抢的 还是有公民的秀才 同样是寒门学子出身 福尹大人太知道 平寒农家供给出一个秀才 有多不容易 居然就这魔 被王家抢抢回去 以恩代仇 蒙蔽多年 如今更是被害得奄奄一息 离死不远 简直是不能容忍 福尹大人 重重一拍金堂木 继续问道 王忠 你可知道 王新秋元明叫什么 家乡何处 王忠库的鼻涕眼泪糊了一眼 重重磕头回道 小人不知道 姑爷叫什么 只知道 姑爷是新考中的秀才 在塞北搭了车队南下的 老太爷同姑爷 一路相处极好 做了忘年交 就让我喊小先生 并不知道名字啊 福尹大人恼怒 但也没办法 只能安慰王元外 你不要着急 朝廷的秀才 都有记录在案 只要查查塞北的名册 找找当年哪个秀才失踪 就应该能找到你的家人 这话 其实他自己都不相信 如今 江北已经是蛮人的地盘了 千都匆忙 扔下太多东西了 十几年前的秀才名册 这等不重要的东西 怕是根本就莫带到新都来 王元外眼神空洞 望住王忠和王鹅 好像行尸走肉一般 不哭也不笑 福尹大人这般说 他都不知道道谢 众人看在眼里 都忍不住叹气 跟着难过 设身处地想想 若是他们考了秀才 意气风发出门游学 结果被人家一棒子敲破头 忘了自己是谁 家在哪来 那仇人还摇身一变尾 装成了恩人 逼着他入赘报恩 一晃就是十几年 为仇人一家生了孩子 续了香火 做牛做马忙生意 最后要病死了 才发现 一切都是假的 恩人是仇人 枕边人是仇人之女 儿子是仇人血脉 性命堪忧 是妻子生生隐瞒 拖延所致 恐怕任何人都受不了 都会被刺激得要疯 有妇人心软 已经在抹眼泪了 这也太可怜了 是啊 好好的人 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王家真是丧尽天良啊 人面兽心 平日看着不错的人家 真是缺了大德了 王家的老恶棍死了 王鹅还活着呢 他爹做的这些破事 他肯定知道 当然知道了 不知道的话 他怕什么 瞒着干什么 堂外的百姓们 都是气坏了 看着王鹅 恨不得用眼神 把他挖出一万个窟窿 王府在前排挤地跳脚 催着李根和猫根 小少爷 快去抱着老爷啊 老爷看着你们 才能活下去 猫根年岁小 不明白怎么回事 害怕地一直哭 但李根却清楚大半了 娘要把爹害死了 外祖也是坏人 他狠狠抹了眼泪 扯着弟弟 上前抱了爹爹的脖子 爹 不怕 等我长大孝顺你 呜呜 爹是不是要死了 猫根也哭个不停 亡源外终于恢复了几分生气 看看两个年幼的儿子 抱着他们 眼泪像泉水一样 往外流 男儿有泪不清痰 知音味道伤心处 堂上堂下一片静默 女子们啜气 男子们也是不时扯袖子抹眼角 浮影大人叹气 拿着签子扔到地上 来人 速速带王忠去起尸骨 王儿压进大牢 其余人等归家 等候召唤 择日升堂 立刻有差役上前 拿了令签 拖了王忠就走 二狗子和拴柱子的家人 哭哭啼啼 跟在后边 显见是要见见儿子的买骨地 王儿却是拼命挣扎 不肯去大牢 我不要进大牢 救命啊 救命 我没有杀人 凭什么关我 谁去找我大伯 救命啊 可惜 却没人理会他 差役甚至厌烦他吵闹 扯了他的发迹 就往外拖 疼得他哭嚎 猫哥要去追娘亲 却被哥哥死死扯了胳膊 一时大哭起来 猫哥的哭声 倒是提醒了王儿 他极力挣扎 要去拉着丈夫 喊道 老爷救我 都是爹爹安排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夫妻十几年 老爷不能看着我死啊 都是我爹做的 不是我 王园外抱了两个孩子 脸色冰冷地望着他 好像再看一个陌生人 堂下的百姓们听了后 忍不住指着王儿痛骂起来 看看 真是个黑心肝的 为了脱罪 连爹都出卖了 这样的蛇蟹妇人 什么干不出来啊 她得了这魔多年好处 什么罪都推到亲爹身上去了 王儿到底被拖了下去 留下王元外支撑着身子 牵了两个孩子 给福尹大人行礼后 才下去了 王府立刻背了主子 护着两个小少爷上马车就走 路过药铺 又找了孙大夫 一起到王家 不必说 孙大夫还是那句话 王元外名不久已 大罗惊仙难救 王家院子里 两个孩子哭声震天 奴仆都是粘头大脑 黄黄然无心干活 茶馆里众人更是唏嘘不已 喝茶都觉得没了味道 也有胆子大的人 好看热闹 跟着官差去城外起海谷 回来之后 宣扬的满城都知道 第267章 皇上圣明啊 二狗子和拴柱子 这两人是可恨 为了银子 帮着王家抢女婿 但他们也死得很惨 脑袋都被砍掉了 埋在土里多年 皮肉腐烂 只剩了分离的骨头 便认不出彼此 两家人哭得恨不能昏死过去 一直在咒骂王家 整个城池都因为这件事 闹得沸反迎天 皇宫里 有太监出来采买 回去就说给同伴们听个热闹 传来传去 就是妃嫔们也都听说了 私下说起时候 都可怜王源外命苦 也不耻王家这般狠毒 皇上偶尔累了 到嫔妃处小座 听了机句 回去御书房 就问询太监总管 太监总管对宫里诸事 料如指掌 自然也知道此事 于是就给皇上仔细说说 全当解闷了 皇上居然管了闲事 王伯伟也是大学士出身 书香门第 怎么闹出这样的丑事 他的族人 公然谋害有功名的读书人 实在是猖狂 传令下去 仔细查问 还那秀才一个公道 太监总管赶紧领命 派了小太监出宫去传令 而这会儿 王三爷正坐在府衙后堂 同府尹大人闲话喝茶 他表面上虽然谈笑风生 但心里却是胶着 昨晚 隔壁县城的生意出了点问题 他赶去处理 结果刚回来就听说堂妹被抓 堂叔当年的安排被揭穿 王家的声明简直被全城百姓 放在脚下撵来撵去 他恼怒至极 甚至顾不得同父亲商量 就来找府衙 想着赶紧把案子压下来 但这副影就是装糊涂 不肯硬想 王三爷耐心告庆 他放下茶杯准备明说的时候 就由小太监跑来传口语 他赶紧跟着跪到宫厅 乐厅却是脸色越白 副影大人戒了口语 更是底气十足 对王三爷也不再打什么太极拳 皮笑若不笑地送客 王三爷 您也听见了 皇上有口语 本官要秉公办案 实在没有空闲陪三爷喝茶了 王三爷脸色清黑 拱拱手就离开 火烧眉毛般赶回家找父亲商量对策 不同于王家的恼怒 满城百姓听说皇上都开口 要为王源外申冤了 人人都是高兴 皇上圣明啊 皇上都开口了 这案子肯定能查清楚 就是王源外活不久了 他到底是谁家儿子 死了之后 进不了王家 也找不到自己家呀 岂不是要做孤魂野鬼 是啊 是啊 咱们都问问 谁家丢过儿子 对 都问问 万一就碰对了呢 谁家是塞外那边过来的 听说过谁家丢儿子了吗 有皇上带头 百姓们都是越发关注这个案子了 甚至掀起了全城帮王源外找家人的热愁 但凡谁听说过亲戚朋友家有人失踪的 出门多年末消息的 都要多问几句 也有人赶到新都 就为了确认王源外是不是家里走势多年的孩子 万众期待中 福尹大人也莫让众人等太久 隔了两日就继续庭审 不过 这案子实在也是没事膜需要探查了 王中都交代得清楚 骸骨也找到了 甚至 大嘴孙大夫都写了证词 证明王源外的病症被拖延耽误了十几年 才导致如今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这一次 府衙前人山人海 比上次的人多了几十倍啊 恨不得全城百姓都来了 府衙对面的酒楼 二楼的包厢更是被炒到了天价 但最好的那个包厢 依旧是谁也订不到 但这次里面 坐的客人 却不是刘志恒和崔夫人了 而是一位贵客 很快 上次唐审的所有原告被告 都重新聚齐了 二狗子和拴柱子两家人 吃来了他们的妻子 据说老头老太太 已经病得起不来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也扛不住啊 王源外一身石青色长衫 显得他身形越发枯瘦 脸色依旧辣黄 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孩子 强打精神 眼里却比上次多了几分光亮 只有王中和王鹅 特别狼狈 那是因为大牢里不舒服啊 他们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搜饭菜 老鼠蟑螂到处跑 拉尿都在囚笼里 脏得根本吃睡不成 特别是王鹅 差异们恨他狠毒 把他送去同旁人一间囚牢 这两日 他动不动就被打一顿 没吃墨喝 一直在角落窝住 所以 这会儿 王鹅头发乱的像鸟窝 衣衫脏鱼 比街边的乞丐都不如 一上堂 他就扑倒了王源外脚边 哭得凄惨至极 老爷 我错了 我怕你想起前世 就离开我和孩子 我才不敢给你治病 但我没想害死你的 老爷你原谅我 好不好 后半辈子 我当牛坐马豹打你 求求你 不要把我再送回老里 王源外向后一步 不肯应声 福尹大人一拍金堂木 就有差异 立刻上前把王鹅扯走 按在一边跪着 人正物正俱全 福尹大人一一高声宣读 让堂下百姓听个清楚 最后 福尹大人问道 王星秋 你是本案最大的苦主 说说吧 你要什么赔偿 无论是金银还是什么 本官尽量满足你 王源外上前一步 说道 大人 我不要金银 我只要两个孩子判给我 他们是我的血脉 不能为仇人延续香火 另外 我想请大人审问清楚 王鹅或者王家 一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想找到家人 任祖归宗 这要求合情合理 福尹大人就点了头 你不说 本官也要问个清楚 说吧 他转向王鹅 王鹅 你可知道 王星秋原名 当初你父亲 强烈王星秋到王家 同你澄清 既然告诉你真相 你定然知道他的名字 还不速速从始招来 王鹅却拼命摇头 不 我不知道 我爹莫说 王源外听的咬牙 红着眼圈骂道 王鹅 你已经要害死我了 难道在我死前 都不肯让我安心吗 王鹅紧紧揪着衣巾 小声说道 你答应不追究 不送我回大牢 我就告诉你 不可能 王源外被气得眼前发黑 极力撑着 转头望向堂下黑压压的百姓 哽咽问道 父老乡亲们 你们都看看 有人知道我是谁家的吗 我不想死在仇家的院子 我想认祖归宗 我想死前看看我的老娘 我想葬在家里祖坟 我不想做个孤魂野鬼啊 原本那魔儒雅俊逸的 圆外郎 如今被折磨的皮包骨 多年的仇恨 终于大白天下 却依旧不能认祖归宗 这会儿一声声气血般祈求 无非就是想要在死前看看家里人 谁听了都肝肠寸断 百姓们轰然生气 拼命喊道 大伙都认认 快帮王源外一把吧 第268章 天降奇迹 不断有人上前 又摇头退后 险见王源外 同他们要找的人不一样 就是有想浑水摸鱼 贪图王家钱财的 这会儿也不敢冒名顶替了 更何况 王源外已经够惨了 他们也实在不忍心再骗他一次 王源外等得失望至极 众人更是叹气连连 拂引大人皱眉 拿了令签就要对王额拷问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妇人小声说道 你是李家的老大吧 好像叫 震声 王源外豁然转身 人群也是花然散去 把说话的妇人让了出来 妇人瞧着很是苍老 穿戴像奴仆模样 突然被这般关注 有些紧张 王源外公身行礼 强忍着激动问道 大娘 你认识我 那妇人点点头 我瞧你眼说 我老家是塞外的 隔壁村子 有家姓李的 儿子种了秀菜之后 出去游学 再没回来 我同那家也不熟悉 但李家办流水席的时候 远远见过极眼 但那秀才 好似比你年轻很多 这不废话吗 那都是十几年前了 当然年轻了 李震声 王源外本名叫李震声吗 围观百姓 七嘴八舌掺和 惹得那夫人 心急生怕旁人 说他骗人一样 一股脑袋嚷了出来 我看着就是像啊 你们不幸 可以去找李家人来认认 李家人逃荒到南边来了 前些日子 我还看见他们了呢 什么 李家人在附近 那一定要问问了 围观的百姓 忍不住喊道 王源外也有些激动 回身就跪倒在地 请大人用刑 小人想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李震声 王额早就吓得贪软在地了 他没想到真被认了出来 差役们黑着脸刚要上前 王额就扯着嗓子哭好起来 不要打我 我说 我说 就是李震声 我只知道这个名字 其余的 我爹都不肯说 啊 找到了 找到了 哎呀 真是叫李震声 太好了 老天爷开眼了 王源外能认阻归宗了 所有百姓都是欢呼起来 高兴得恨不能互相拥抱 王源外更是喜结气 望向福尹大人想说什么 嗓子里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 福尹大人立刻召唤那个妇人上前 问道 你说清楚 在哪里陷到的李家人 现在能把人找来 能 能 妇人小姬着米一样点头 她彭扶自己立了大功一样 激动得手舞足蹈 指向城外 李家人就在城外的碎金滩 温泉山谷那里啊 我也是伺候主子去有玩时才遇到的 没想到我居然帮忙 找到了他家老大 福尹也没有责怪夫人失礼 高声喊了差异 快马去找李家人 所有百姓翘脚盼望 激动议论起来 这真是比戏文都精彩 居然真给王源外 找到家里人了 是啊 是啊 可能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开恩了 但也有人奇怪 王家出了这磨大的事 怎么没人来看看 可能是怕受连累吧 都是一家子 蛇鼠一窝 没一个好东西 对面酒楼里 同样是人声鼎沸 那个最大包厢里的贵人 敲了敲手里的扇子 笑明明说道 碎金滩 李家 这事是不是太巧了 想了想 他吩咐随从 去问问 侯爷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动作 随从恭敬磕头 退了下去 不过两刻钟 随从就回来了 小声禀告道 侯爷那边的人 手给大理寺提供了一条线索 好似是刺客 曾经藏匿在王家的一处别院 王家人 已经被大理寺传唤去问话了 怪不得 贵人笑着喝茶 吩咐道 这是伴住王伯韦那个老狐狸 不让他插手呢 这场戏 怕是早就排演好了 罢了 表兄高兴护着 就护住吧 这些江南世家 平日也是猖狂了些 杀鸡紧猴一下 没石磨不好 随从不敢应声 沉默行李 退到了角落 这会儿 差一骑快马 带了一个中年男子过来 百姓们纷纷让开道路 这男子 正是李家老二 他一脸的疑惑惊慌 上了公堂 强装镇定行李 大人 草民李雨生 今日进城采满 走到半路就被抓来 实在不知道 犯了什么过错 众人这才知道 差役们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原来是半路就接到人了 拂引大人摆手 示意他看向一脸期盼的王源外 你看看这人 你可认识 李老二不明所以 扭头看过去 就直接愣住了 好办上 他熬的一声窜过去 紧紧抱了王源外 嚎啕大哭 大哥 你是大哥吧 呜呜呜 大哥 你去了哪里啊 一走十几年 娘都要哭瞎眼睛了 你怎么才出现啊 我们到处找你 就是找不到啊 大哥 大哥 拂引大人也是心急 一拍金堂木 追问道 李雨生 你有和平正说这人是你大哥 他就是我大哥呀 我怎么能不认识 李老二生怕旁人把大哥抢走了一样 紧紧抓了王源外的手臂 情急之下高声喊道 我大哥后腰有一块胎记 像铜钱一样大小 还有一条疤 是小时候带我爬树瓜的伤口 说住话 他就扯了王源外的衣衫 果然疤痕和胎记都在 拂引大人忍不住站了起来 百姓们也是极力往前涌 想要看个清楚 啊 确实有胎记 真是一家人 王源外是李震生 王源外找到家里人了 老天爷开眼了 开眼了 碎金探那些人不是北地逃荒来的吗 王源外也是在碎金探商的 说不是老天开眼都默然相信啊 远隔千里 一家人居然在这里团聚了 王源外不用做孤魂野鬼了 百姓们高声喊着 笑着 哭着 宫堂上 李老二和王源外也是抱在一起 痛哭失声 拆一门扭头 悄悄抹眼泪 眼见王鹅哆嗦着要躲起来 狠狠踢了他一脚 王鹅鼓漉漉滚下了台阶 正落到百姓们面前不远处 不知道是哪个买菜的妇人 第一个拿了筐里的红薯砸了过去 毒妇 打死你 让你使坏 你算记错了吧 王源外到底找到家了 对 打死他 这样的毒妇活着就是害人 打他 打他 一时间 青菜 红薯 鸡蛋 甚至是点心果子都成了武器 纷纷砸在王鹅身上 疼得他抱头鼠窜 不知道谁气急了 又开始扔石头 正中王鹅的脑门 砸得他鲜血横流 这会儿 李老二也从王源外嘴里听到来龙去脉了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 跪倒给福尹大人帮帮磕头 大人 求您给李家做主 要给我大哥报仇血恨 我要接他和侄儿回家 任祖归宗 福尹大人点头 喊了差役拖回王鹅 高声说道 王家强掠袖才入门畏罪蓄一案 现在证据确凿 当堂宣判 罪人王鹅之父 掠人行凶 杀人灭口 罪大恶解 硬砍头势众 以锦笑游 然而 因其早早过世 所以 罪则由同位帮凶的独女王鹅执行 判罚杖则三始 流放西南边陲 服二十年苦役 王鹅所生二子和王家全部家财都由被害人李振生成绩 准许父子三人改换户籍 任祖归宗 另外 王中助纣畏虐 伤人害人 判罚杖则三始 流放西南边陲 苦役二十年 大怀树村两户百姓之子 伤人在先 被灭口在后 罪则相敌 不予追究 第269章 看破不说破 谢大人作主 谢大人名断 李振生和李老二跪在地上 一个头磕下去 都是泪流满面 特别是李振生 心里好像打翻了调料瓶 根本说不清什么滋味 十几年的冤屈 终于大白天下 他不再是王星秋 他是李家长子 李振生 唐下百姓 好似过年一样 兴奋地高声欢呼着 叹得好 叹得好 嗚嗚 就该这样 老天开眼了 王元外变成李元外了 终于有个好结果了 任祖归宗 任祖归宗 福尹大人 走下台阶 亲自扶起李振生 拱手道喜 李元外 恭喜你 终于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这福尹大人 是猜到了什么 李振生眼底一闪 低头一一到底 多谢大人 李振生 蹉跎十几年光阴 一遭得以招雪 全赖大人相助 以后定有后报 福尹大人笑住摆手 我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 没有皇上口谕 此事也不会如此顺利 李振生点头 皇恩浩荡 李某定然铭记在心 说吧 他扯了李老二 又冲着皇宫方向跪倒 高声喊着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两兄弟叩头三次 又转向堂下百姓 李振生和李家铭记在心 日后定有后报 百姓们纷纷赶紧避让开来 拱手还礼 李元外 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是啊 王家缺了大德了 谁也看不过去啊 李元外赶紧回家吧 你终于能见到老娘了 李元外要好好治病 赶紧好起来啊 普通百姓或许多多少少 有些小毛病 比如小妾 占个小便宜之类 但论起心的 却大多都是淳朴善良的 他们从头到尾 见证了李振生的沉渊昭雪 李振生如今找到家人 他们心里也是真的高兴 这会儿 你一句 我一生 都是在嘱咐和关心 如此气氛一片和谐大好 正是人人都感动的红眼圈的时候 却也有人不高兴 就是王娥呀 她已惊吓傻了 上门女婿是跌掠回来的 两个地痞也是跌让人杀的 但跟她没关系啊 她唯一做错的就是隐瞒了病情 不给丈夫治病 那也是怕丈夫病好之后走掉 怕丈夫不要嫁和孩子了 她一片爱子爱家之心 怎么就不能被原谅了 王娥疯了一样上前 扯了李振生的袍子脚 哭泣道 夫君救我 我不要被发配 我错了 我不该瞒着你的病情 我做牛做马来赎罪 求你救救我 帮我求求情吧 李振生一把扯回袍子 冷冷说道 你所犯之罪 国法难容 到西南之后 好好淡活吧 不用惦记孩子 我回了李家后 会好好把他们叫养长大 成为正直良善之人 王娥还要扑上前 李老二已经恨急 一脚把她踢到旁边 若是可以 李老二都恨不得 生吃了眼前女子的肉 李家十几年的苦难 全是因为这个女子 要找个上门女婿 就这样 她还有脸求大哥原谅 福尹大人也看不过 朝差役们吩咐 立刻行刑 差役们一轰而上 扯条凳 玄板子 绑人 简直一气呵成 眨眼间 王娥和王忠 已经被绑到了条凳上 面对着满城百姓 好像带宰的猪 王忠脸色死灰一片 抬起昏花的老眼 恍然间 好似在人群中 陷到了畏畏缩缩的儿子 和满眼惊恐的小孙子 她心头一惊 原本有些犹豫恐惧 想要喊几声 也立刻咽了回去 这些原本就是 她为当年的罪孽 应该承受的刑罚 她老实认罚 而孙就会一辈子 衣食无忧 但若是 她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反而让儿孙没了庇护 儿子又是烂毒鬼 说不定末几年 就家破人亡了 碰 碰 巴掌宽的木板子 雨点一样 敲在皮肉上 发出的声音 让人胆寒 王娥惨叫连连 后边的衣衫 很快就被血色浸染透了 她拼命想要在人群里 找到王家人的身影 盼着有人来救她 可惜 一直到昏死过去 都没陷到 她心里恨得要发疯 家里在大伯那 还存了两万两银子 拿出一半 来买通斧鸭 她也不至于这般 其实 她还真冤枉了王家人 王老太爷 倒是没想摊下那两万银子 实在是家里有事 自顾不暇 早晨时候 他们倒是想去府衙 即便知道 皇上有口谕 要府银饼公办理 但看在王家的颜面上 府尹多少都会松松手 侄女也能少受一点苦 没想到 他们不等出门 大理寺的人就找上来了 老三当时 就被铁链子捆绑成粽子 直接拖走了 儿子和侄女相比 王老太爷 当然要选儿子 可是她在大理寺外 等了一上午 都没打探出一点消息 根本不知道 儿子犯了什么罪责 眼见日头升到头顶了 家里的奴仆 跑来低声禀报 老太爷 府衙那边 已经有结果了 小姐被判了账责三十 流放西南 苦役二十年 王老太爷死死皱了眉头 为何判得如此重 小鹅不过是个女子 又不知道内情 奴仆低头 生怕被迁怒 小生说道 奴才不知 但小姐同姑爷 总是一日敷七百人 还有两个小少爷呢 听说姑爷 已经往碎金滩去了 要不要去同姑爷 说说情 碎金滩 你说李家在碎金滩 王老太爷脑子里 突然闪过一抹灵光 好似抓到了事情的关键 奴仆越发害怕了 斟酌着硬道 是啊 老太爷 老太爷 姑爷原来的家就是碎金滩的李家 就是有温泉山庄那个碎金滩 碎金滩是不是星亭侯的庄子 王老太爷又问 应该是 先前城里有人眼红 都被叫凶了 传说是星亭侯看中那里 挂在名下了 奴仆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好一个星亭侯 原来是星亭侯 王老太爷 咬着后曹牙说道 他没有再说话 而是微微眯起眼睛 突然间 什么都明白了 儿子被抓来大理寺 恐怕就是星亭侯的手笔 星亭侯爷 要护着李家 不想他们插手 王儿夫妻之事 所以才拿了老三开刀 正这个时候 大理寺一个小吏 朵朵闪闪走到近前 小声告知 大学士 小人打听出来 三爷之所以被抓来 听说是因为三爷 在城东闲置的那所别院 被刺杀星亭侯的刺客 做了落脚点 果然如此 第270章 眼皮跳 喜事道 王老太爷点头 彻底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也更犯愁了 追查星亭侯一次一案 是皇上亲自督促的 如今这般 突然把他们家里拉扯进来 说不得皇上都知道 却没有拦阻 再联想到 府衙是接到皇上的口谕 难道皇上也是借着这件事 在敲打王家 进而敲打整个江南士族 王老太爷越想越皱眉 后背蒙了一层冷汗 走 回府 王家的马车 很快就跑掉了 留下小力捏了一块银子 狠狠吐了一口灰土 低声骂道 居然吓成这样 连儿子都不要了 果然 王家都没有好东西 府衙里 王额和王忠被打成了血人一样 扔进了大牢 等待发佩 去西南做苦役 李震生和李老二 也再次拜谢了 府衙大人和父老相亲 然后上了王府赶来的马车 马车上 李根和猫根紧紧抱在一起 他们没有看到 娘亲被打 却本能地知道 娘亲怕是没有好结果 虽然爹说得没错 犯错就要付出代价 但那是他们的母亲 还是免不得伤心 李震生上车 就赶紧抱了两个孩子 别怕 都过去了 爹带你们去看奶奶 两个孩子不吭声 惹得李老二心疼 轻轻摸摸他们的头发 笑着同他们闲话 李根 猫根 我是你们的二叔 咱们一起回奶奶家 你们知道吗 奶奶家有温泉山庄 特别漂亮 特别热闹 山上还有果园 可以爬树摘果子 还有瓜田 可以坐在田里吃寒瓜和香瓜 可惜现在霸园了 但明年二叔的多灾一些 让你们吃个够 你们可以和哥哥们 一起看瓜园 可以一起去河里摸鱼 还可以跟你四叔进山 去打野兔子野鸡 前几日 他们还抓了 不少野鸽子呢 猫根年岁小 更贪玩 听得眼睛亮晶晶 李根要懂事一些 小声问道 二叔 在奶奶身边 我爹的病会好起来吗 会 李老二点头 伸手抱了李哥到怀里 看着他的眼睛 郑重许诺道 二叔跟你保证 一定会治好你爹 你们是我李家人 你爹吃了不少苦 我们也走了几千里路 才到这里找到你们 所以 你爹一定会好起来 我们一大家人 以后要好好生活在一起 你们会在村里 新建的学堂读书 会跟着 你四叔学武强身 会跟着你们哥哥妹妹们 一起玩耍 会吃到你四婶做的好吃的 会被你们奶奶和全家人疼爱 不知是不是感受到了 二叔话里的坚决 李根红了眼圈 若是二叔说的这些都会有 那没有娘 好似也不是不能忍受 秋末的天气 是一年中难得的清爽时候 天空万里无云 蓝的刺眼 秋风带了一点点凉 漫幽幽到处吹拂 终于忙完了秋收的农人们 也有心思赏景了 或是背住手在田里走走 或是躺在草堆上望望天 都是心情无比的舒畅 同样 温泉山谷 这几日的客人都格外的多 泡在温泉里 喝住茶 说说闲话 偶懒了 就靠在大石头上看看天 真是再没有比这惬意的事了 新村里 已经开始拉木料石料 准备建学堂了 村里人忙完秋收 没些一日 就马不停蹄张罗这事 干活自然是辛苦的 但没一个村人喊累 这可是为了孩子们读书 为了新村的以后 再累再苦 他们心里也觉得甜 老太太这几日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几分心烦 早起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拿起水瓢又扔下 砍了一颗白菜 又不知道做什么 好似没有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他最后也泄了气 坐在狼颜下皱着眉头感叹 真是老了 干什么都不对劲 佳音从隔壁院子跑回来 献奶奶不高兴 赶紧凑到奶奶怀里 伸出小手给奶奶揉着眉头 奶要高兴 给你银子 说这话 他的小手一翻 手心就多了一顶银子 然后塞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被惊了一跳 赶紧四下张望 现没有外人 才松了一口气 他抬手拍了孙女一把 小声骂道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随便往外拿东西 小心被当作妖精 把你抓走 然后 他又把银子塞给孙女 收起来 奶奶不缺银子 佳音也不害怕 笑嘻嘻收了银子 又拿了一个香瓜 奶 陪扶妞吃瓜 甜 老太太这次没有拒绝 小心掰开香瓜 把瓜子收了 然后抱着孙女坐在狼烟下边吃边闲话 扶妞 奶奶这心里可慌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祸事 但家里好好的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嗯 佳音鼻头顶着一粒漏网的瓜子 重重点头 应了一句 想多了 李老太被逗得笑起来 赶紧取了瓜子 然后把孙女的小鼻子擦干净 称怪道 小蝉猫 越来越懂事了 都知道安慰奶奶了 正说话 李老四从外边进来 见老娘脸上都是笑 他也偷偷放了心 方才二哥出门时候 仔细叮嘱了他击聚 他才知道 二哥他们在谋划大事 想要接大哥回家 但王家能放人吗 怎么想都觉得很困难 这会儿 他不知道城里那边如何了 一时心慌 索性回来守着老娘 娘 叶公子那边怎么样 挺好啊 这会儿 东梅照顾着 我还想去山谷转转呢 李老太把手里的半个香瓜 又掰了一块儿 塞给儿子 李老四惊了一跳 赶紧拦阻道 娘 我刚才见东梅走了 许是叶公子有什么吩咐 这几日 娘多顾着叶公子一些 别去山谷了 把叶公子和扶妞照管好就行 东梅走了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老太太疑惑 但还是硬道 好 你就放心吧 叶公子能下地了 倒也没有太多活计 说住话 他就抱了扶妞去了隔壁院子 李老四松了一口气 咬了一口香瓜 往日觉得甜掉牙的香瓜 如今却是一点都尝不出味道 他忍不住望向新都那边 心头高高提住 叶公子在院子里 慢悠悠走动着 眼见老太太过来 就笑道 神子怎么默歇歇 一会儿家里怕是有大喜事呢 到时候忙起来 神子怕是睡觉都顾不上了 老太太听得疑惑 问道 大喜事 我今日这眼皮跳个不停 还担心有什么麻烦事发生 原来是喜事吗 叶公子笑而不语 倒是佳音猜到几分 也笑得像个小狐狸 老太太更困惑了 到底什么事啊 扶妞也知道 不等她继续追问 外边已经吵闹起来 她扭头就出去了